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德哥質問你為什麼不出CD 為什麼呢? 日本也要出 因為我們的音樂總監要求很高 而且這個是音樂的電影 所以我們也希望做到最好才出 還可以說我們不單是接下來會出實體CD 我們還會出黑膠唱片 沒錯 黑膠唱片 黑膠唱片 我們會出黑膠唱片 因為我們真的要確保質素 每一首歌 尤其是我們裡面 我們不是只有一首主題曲 我們有十首原創歌曲 所以那十首裡面 每一首歌都希望做到盡善盡美 所以會有的 會有的 等一下我們曼公出細貨 好像這個電影一樣 八年 八年 他們上了兩個月了 是 上了兩個月 所以 上了一個人記得 記得有記得 不要遺忘那套電影 遲些才會再出 是啊 所以其實每一次都 真的有很多觀眾都 真的 哇 馬上看完之後 很想再弄一些歌 或者弄一些歌詞 其實是 因為我們的歌詞 如果特地再去聽 我們每一首都很有心思 配合劇情 配合人物 不單是配合香港 現在這個時期 很多都是 譬如我們那首主題曲 叫《茫茫》 《If I Don't Remember》 是梁柏堅填詞的 你剛才說的那首 《上上落落》 其實是Cady Robin作曲 潘元良填詞的 所以大家聽到這些 這麼厲害的填詞人 就知道我們的詞 是不少的 所以我們的音樂總監 《大偉》 還有《泰兔努力》 本身要求很高 所以他們正在做的 等一下等一下 我們會有的 實體CT和黑膠唱片 都會有的 那一定不會令到戲迷 聽迷所失望 謝謝你 是啊 有一件事 就是我不知道怎麼說 有很多戲 即近年興借票等等 其實某個程度上 都未必是好像 即是它有一個用途 即是捱一下電影 即是去到某一個階段 捱一下電影 或者大家開心一下 但是你們好像 接著又有些團體 又要做研討會 事後又談 其實你都 你應該就不是叫做借票 就是傳媒教育展 你正在搞電影 大家看就看完電影 《哲學展》 事家播放電影看 看完之後坐下來聊 其實你都不是什麼宣傳的東西 你每次都分享 譬如我看完之後 要說話會很大壓力 大家在那裡 要分享 我講這件事情 其實原因是這樣的 其實很多時候 大家看了一部戲 看完之後 你想到什麼就想什麼 導演 編劇 不會說故事給你聽 是劉伯的 你自己想 這個原因 接著有人在那裡爭 其實他是這樣的 其實不是的 他是這樣的 為什麼你這次 會用這個方法呢 其實大部分都不明白 大家接著 還有一些影評人去解話 其實他10集之前死了 但是要說 其實你講得很對的 其實我覺得我們在做那個 都已經不是借票 因為不是一種high and buy 甚至乎都不是一種 其實改名了 你都不是借票 是的 所以剛才的研討會 其實真的是 因為其實都最主要是 希望見觀眾 這個作品 我覺得見觀眾 對於我自己來說很重要 所以我每次去 其實我是聽到的 我很想聽觀眾看完之後的感受 我很想 甚至乎 是為什麼 剛才你問 阿德國還有沒有在街上 有很多時候 尤其是電影中心的觀眾 或者是很多電影的觀眾 看完之後 在戲院裡面 其實那些借票 很多時候 其實時間真的不多 只有五分鐘 三分鐘 下一場 其實就完 是的 但是我們為什麼 都希望完了之後 離開戲院 都繼續想和觀眾聊 因為很多時候 我發現 觀眾是 尤其是留下來的觀眾 都是有說話要說的 他們有很多事情 原來在心裡 其實現在很多時候 是透過電影 去聯繫 或者透過電影 去分享 所以我覺得那個感覺就是 一班人看完一個電影 不懂的 我覺得看電影是一種經歷 大家好像一起經歷完一些事情 然後再出來 去做那個分享 我覺得現在已經很少這個空間 也很少這個機會 也都越來越少 所以 當我 其實本來不是一個計劃 而是 有時候做完借票之後 有很多觀眾出到戲院 還會跟我說 我看到這個電影 我的感覺是什麼 或者是 他看到什麼細節 然後有一個人說 其他人又開始說 其實慢慢有一班人聚集 我才發覺 原來這個空間是大家需要的 或者這個機會是大家 學求的 所以我就 每次 就算戲院完了 出到外面 只要有觀眾留下 我都會留下 我繼續聽 或者他們真的有事想問 那我就去回答 我覺得這個已經是一種交流 不是一種 是的 你說得很對的 作者而死的 我每次有時候 我聽到一些高於我的解讀 其實是 因為其實每個人會因應自己的經驗 不是的 你會不會 潑著冷藏 你想多了 德哥 教授級 譬如中一樂的教授級 看不到戲前 抱上自己生死 真的太高了 老人學 老人學 什麼的 就是很難的 其實不是 不見到 我問你拿答案 德哥問你是不是這樣拍的 你不好意思 可以說不是的 但是我覺得 其實這個作品 其實一個作品 任何一個 我覺得無論是電影 還是畫 還是書 還是文字 還是任何 我覺得創作 其實是一回這樣的事 其實就是 有一個人 擺了一件事 分享了一件事 然後其他人怎麼去解讀 才是那個作品 生命的成長的開始 所以我永遠都不會 我是真心地 我永遠都不會覺得 一個人想多了 因為 作品 他看其實已經是屬於他的 我們經常說 作品出現了之後 尤其是電影 見了觀眾之後 其實是屬於觀眾 所以我創作人的身份出現 我是去聽回 其實觀眾怎麼看這個作品 因為我要講的東西 其實是一個作品講完的 然後他們怎麼解讀呢 我覺得真的就是 其實是令到這個作品 怎麼繼續去發酵 怎麼繼續去發展下去呢 其實我覺得 真的不會有一種 想多了這件事的 是只會 拉闊了 還有 拉深了 所以我覺得那個 為什麼就是成為了 不是一種純粹 多謝你來看 或者多謝你喜不喜歡這個作品 而是一種交流 我們只不過是透過 對於我來講 我已經脫離了 就是我已經是 跟這個作品 我可以保持距離 因為我覺得他屬於了觀眾 然後 我其實都是一種旁觀者 來聽 和和觀眾去交流 其實為什麼會在這個畫面 或者這個畫面 其實想呈現的是什麼 或者你看到的是什麼 所以 這些都是 就好像裡面 有一個 就是音樂史人 XX一樣 就是 我們裡面有一個其中 一個T恤 就是穿著音樂史人 XX 然後去到最後的時候 是四個主角 都會有自己不同的解讀 當然 在坊間最出名的 就是版本龍一 音樂史人自由 而我覺得一個作品就是這樣的 就是音樂史人什麼 其實是 那個方格 是可以任何人填上 屬於自己的東西 開心 音樂史人開心 音樂史人開心 對 對 對 然後我不會說你搞錯 我覺得不是 我的戲裡面不是說這件事 不是這件事 因為其實 我覺得 一個作品的意義 其實是 去到見觀眾 見天地 我們經常說 其實已經是屬於大眾的了 我們就很感謝大班 介紹一下導演 強迫我們訪問導演 有發到我們 再第二次自發性 第二次沒有問大班 反而我想問導演 有沒有人勸你 不要拍 不要上 這樣的時勢 這樣的局勢 有沒有人勸你 你拍完之後 你以後 可能不能再拍了 沒有人支持你去拍的 一轉轉去嚴肅 已經 有很多不同的聲音 這個電影經歷了八年 我經常說 這八年來 我們的生活都翻天覆地 何況創作 我覺得 不同的聲音很多 我去聽 我去消化 我覺得最主要是聽自己的聲音 尤其是這些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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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的聲音就是 其實我一直以來的 創作的路都不是易走的 我也沒有想像過 經過了哪一個時刻 會更加易走下去 因為創作本身是一件很難的事 就是創作本身 我自己和自己說的就是 我喜不喜歡 我 知不知道自己做了什麼 我覺得 還有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所謂 我有個花名叫 賴堅持 我叫做賴欣慈 但我這方面是賴堅持 我會堅持 我真的不知道 我有沒有第二套的機會 但是 我會堅持創作 我用不同的方式去創作 我只可以這樣去 搭自己的精神 或者我這樣去聽自己的聲音